如果我是这个所谓的马云 如果我是做比例而已 我不是马云 我的公司是关系到是有局的 这样我会把东西给他送吗 肯定啊 因为我可以做 他可以省钱嘛 这个只是一个趋势 可是他不是 局面不是什么地方我去的 有一些地方他不去的 比较小的港口地方 可能information 资讯他有 因为他还不算很大 这样子我是不是需要用这一个 好像可能我也会采一讲这个 马来西亚的目标 好 大家都希望他会采取这个行动 或不多说 这个东西不需要跟大家解释 大家要懂什么叫波斯拉图 不懂没办法 就在马来西亚不懂种产料 要拿来拔 OK 接下来 ROE是什么 我们要看这间公司基本上 可以不可以投资 我们首先必须要看的就是 Return on Invest Return on Equality 最近有读到一则台湾 一个很粗美的一个投资者 他讲过一句话 如果要投资 他基本上几乎每一个他投资的 不管什么 点时成金 大家听懂吗 他所投资的东西赚一倍以上 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基本上我投资的时候 我只看一个东西 他什么都不看 就是Return on Equality 他只看一个 就是说他看这个公司的 management 怎么样去用他的钱 然后这个 management 好不好 当然在巴菲特也有提过这句话 当然我自己的书里 是有写到这个东西 我自己也采用这套方法 ROE最少要15 如果没15的话 就没什么 可是大家要注意 未必说没有15 就是不好 有一些公司是比较 摩托摩尼的 摩托摩尼 就是吃到我们了 大家就知道 这一节是不是摩托摩尼 自己看了 12.82 比例14.93 就是说 如果一个比例超过10的话 是稍微有点贵 其实他这个股票 稍微有点贵 可是 如果今天 中国真的用行的话 我高兴你 他会防备 这个我们不知道 买痛的事情 我们只是买一个趋势 OK EPS 29.6 什么意思 今天给他1块 把你赚29.6 VPTS number 1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他的股票 真正赚值多 而且我已经把你算出来了 用他费时间去算 3.8块半 OK Based on最新的 能够比Fox算出来 当然 外面的市场的人 怎样是看他 外面的人认为 他只是4块钱 OK 接下来 VPTS number 3 就是NAT NAT 他只是什么价位呢 基本上他的净资产 这个所谓的NAT 他Value 是3.83 OK 好 来到这里 价钱是卖多少 这个是我之前做slide的时候 是4块4块 我现在可能有稍微有点变动 大家自己加 这个是3.5块的价钱 因为我一直在跑来跑去 根本没有谁去改 都是一直在讲 Dividend是3.25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是收在这个所谓的Postlarge 的话呢 基本上有一个3.25的Dividend 一年 也不错 OK 好 SRY 这个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 当我们要投资一支股票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这支股票的背景 我完全不懂 我管他是ABC公司 我管他的财务报表什么 什么都不管 我采用几个他里面的Data 我直接算出来 他还有29.6%的RT 就是在这支股票 我们还有机会赚他29.6% 就是说他的价位有办法涨29.6% 几时会涨到 不要问我 我不知道 我跟你讲 我知道的话 我是骗你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我们有可以赚多少钱 几时会来 可能一年 可能两年 可能三年 可是他会来到这个价位 有这样子的几率 OK 大概90% OK 有10%没办法 那个不要问我 那个是突然就 那个我不知道 突然就什么政策 这样子的东西 当然我们是采用 简单可靠分析法 跟这个潮纸这样交易 这样子 如果今天我们去寄东西的话 很多人都会喜欢 选择Post 蜡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拿一个 Post Express 一个子带 好像这样子 一个带机 很便宜吗 几块钱 把东西塞进去 就可以寄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去GNex的话 你没有这样子的设计 它是怎样子的 GNex 大家懂GNex吗 是怎样子的 它跟你算备用的时候 怎么算 撑 对 撑 喜欢不喜欢 我还是撑 如果今天我放一包东西 Post Express 如果重量算出来 可能是 八块钱 可是Post Express 可能只是四块钱的话 这样子你会用哪一个 Post Express 很简单的嘛 所以 基本上也未必说 是说 Post Express是最好 为什么 GNex也有它很多地方 因为它有一时 它瘦很坏 有大家看它新闻吗 有恶意它都可以去的 有恶意它都可以去到那边 实在太强了 我们来看 这样子接下来 我们的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GNex GNex 基本上它是一个 不管怎么样 喜欢不喜欢 你要它去什么地方 它都去 然后我们来看 GNex基本上要赚 不多了啦 SRI 只能够赚是2.87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一句话 如果想买GNex的话 买一个趋势 大家有趋势吗 就是等中国 中国还没有这样快来 可能迟一点买这支 你要买的话 我觉得你买 刚才那支来的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可以等 有些dividends 这支基本上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基本上它的ROE是不错的 我们来讲的话 它有28.50超过15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在这里 大家看到 它的PE是多少 大家自己帮我念啊 76.6 高不高 高 不便宜 我告诉你 很贵很贵 所以来到这里 EPS是多少 基本上给它一块 帮你赚2.87 当然自己 自己看着办 VPTS1 就是说基本上 这支股票呢 这支算出来是2.32 它还不赖 它还不赖 如果真的去算它价钱的话 它还不赖 然后市场上的人将认为 我们认为啊 每个人都认为 哎呀这支股票是只一块一块钱 这是我们认为的 你你你你 我全部都是这样子认为 当然我们来看 它真正真正值是多少 跟它的价值 Gross是一样 2.3 都是一样 没分别 好 价钱2块左右 那时候我做的时候 差不多是这样子 plus minus 讲真的啊 如果你在去年的3月 还是2月 你找我 你问我这支股票可以通知吗 我可能会叫你买一点 真的真的 因为那时候 新Post嘛 大家懂新Post嘛 阿里巴巴Buyover嘛 所以有机会会涨 可是如果现在你问我 我会叫你暂时hold back 只是跟大家做一个 comparison 只是我帮你分析 你自己来做决定 好不好 当然我也不会帮你做决定 就给你一些建议 Dividend 0.36 当然就是说 基本上你要它给你很多 Dividend是没有啦 你要Dividend的话 去Post就比较多 OK 好 基本上 我们现在已经Settle Logistics 当然Logistics 还有没有别的 有啦 船啦 船啦 这些都是Logistics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今天如果火车做好的话 你要送货 要送货 你在中国 你会用飞机 还是用船 还是用火车 蛤 想讲飞机的行李说 飞机 想用船的行李说 没有 想做用火车的行李说 火车比较多 飞机会有 不是没有 可是飞机会不会 会啦 可是快 它也不是完全不好 这样如果它要快 它就用飞机啦 如果它要Normal Expensive 就是我们这些人买东西啊 在中国它通常会用 以后啦 会用火车 便宜很多 OK 好 来这里 我们已经知道了 当然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还有另外一支股票 可以叫大家回去分析 马来西亚有没有MRD这样子的股票 有没有 我看一下 试试试到这里 谁有玩股票 玩股票 有再买股票 没有啦 蛤 这你们今天来这边弄喔 你们进口班了是不是 这个是股票 股票忙 对喔 没有错喔 这下我们应该有啦 你们自己谦虚啦 谦虚 回去看一下 跟这个所谓的火车有关系的 马来西亚有一支股票 我不要挣出来 你们自己去看 回去找 OK 不然我全部都给你们 鱼给完你们了 自己不学钓鱼拿可以 好 来到这里 接下来要送大家 因为过年要到 送大家一个红包 什么红包 我不会给你钱 可是我会给你钱 只是 跟给你一个 Dips 来我们来看一下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通常啊 在两个情况 这是股票 大家懂这股票吗 相应的 OK 两个情况基本上 它会涨得很 构力一下 什么情况 第一 要放进过年的时候 大家懂为什么吗 过年的时候 抽赢的人多 抽赢的人啊 抽赢的人是这样子的 他一喝酒 他就抽赢 这是我听我朋友讲 我没有喝酒啦 我没有抽赢啦 我是听他讲 对不对 吃饱饭也想抽 那过年的时候 没事情抽啊 每天喝酒不然就吃我吃吧 对不对 所以抽特别多啊 OK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你会注意看基本上 这个也不是啦 这只是一个GTA 当然他有他自己里面的 这个乾坤 他自己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理由 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所谓的 过年的时候 会涨得比较高 通常注意看 三月的报表出来啊 PAT啊 都会来得比较好一点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 在什么时候 在经济垮的时候 Crisis的时候 这一支股票会涨 他跟他的Open Seed Crisis跌嘛 对不对 他涨了 为什么 但谁有睡狗呢 对啦 我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一下 太好了 你看啊 你露出马脚 人家都没有抽烟 没有抽烟 没有抽烟 好 喜欢没有抽烟 OK 在这里我们知道 讲得对 因为当Prisis的时候 人家都特别的压力 有点stress 所以基本上抽烟的人 来得比较多 所以他的Profit 也会比较高 然后报表出来的之后呢 他的股价就往上推高 好 来这里过头说 我们来看BIT 第一个ROE 168.30 很高 很多倍 接下来PE 23.06 没有expect他会卖得很便宜 他不便宜的 因为这支股票 会有一点摩多摩力 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EPS 今天给他一块钱 他花回点288.4 不多也不少 差不多是这样子 BBTS 这个把它算出来的话 4 下死人才吃3.86 这样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出来 多虑啊 才吃3.86 这样我买这支股票 可以呗 OK 为什么会这样子 告诉你 其中一个理由 会导致他这样子 是因为他资产的问题 因为其中一个东西 会refect到我们真正去算 他的增值的话 我也会refect到一些 他的资产的东西 拿来算 这样我来问大家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厂 我是一个BAT的厂 做香烟的 我需要开很多厂吗 我去一个国家 我需要很多厂吗 不用啊 我只需要一个厂就好 然后那个所谓的 那个材料来了 我就在那个厂 produce 去做 所谓做那个香烟出来 然后把它收回去 对吗 所以他只要一个厂就好 他不用多了 所以基本上 因为他在那个所谓的 asset里面 refect到太购力了 当然他有很多的钱 我们也是放在里面来计算 这只是其中一点 然后这一个点 把它拉到最低 大家了解 所以是没关系的 这个不是大问题 然后外面的市场上 对他的价钱又怎么样 61块 六毛钱 不少 外面的人觉得他是值得 61块多多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多利他的net是九毛包的 他卖你60多块 好 价钱66块左右 division 4.75 我告诉你 真正如果你拉财的话 来计算的话 基本上一年差不多是 四到七个percent 他是怎么样 给每三个月差不多一次 差不多 你去看他的 他的那个利 不是每一次都是发现的 我先讲一下 那你来讲五四个月 多利讲四个percent 不是不是 是他用这四到七个percent 他拿来出乎四成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差不多每三个月 可以一次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 SRY 288.37% 他还有超过100%的 所谓的基因 特别可以让你赚 ok 如果你要投资这支股票的话 我告诉你 他是比较慢 他是一个 物贵跟兔子 塞同的一个 一个情景 他是一只物贵 他不是兔子 你要买兔子干嘛 可以吗 他是慢慢来的 怎样慢来 等一下我说给大家看 好 当然你是用SRY 给Mindia说出来 大家注意看 这一个他的图标 大家看到这个表吗 ok 我就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2012年之前的 我们就讲 我们就讲从2012年开始 从2012年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卖差不多吧 他的价位差不多 四十九块 大家注意看 四十九块 OK 四十九 然后2012年到2014年的高峰的时候 差不多2014这一点 OK 差不多是五月到七月之间 他最高峰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Triple Talk 如果是technical analysis的话 这个我们叫Triple Talk 它Triple Talk涨不上去 可是他在Triple Talk的时候 是七十三块除了 大家注意看 所以大家就用七十三块钱 减掉四十九块钱 再除四十九块钱 乘一百巴仙 大家大致上可以拿到 差不多五十 差不多四十多 接近五十 有没有 大家自己去算一下 所以我就算他五十就好 一年 他算是2012年到2014年 所以是两年的时间 所以每一年的增载 基本上是差不多25% 然后我还没有算他的Dividend Dividend基本上一年 刚才我们讲四到七 我做一个五巴仙 Average 我算五巴仙 25加5是多少 请问一下 多少 三只 这是Simple Mathematics 谁都会算 OK 这样子你们还等什么 红包已经给了你们 大家懂吗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 一个Value Investing 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支股票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已经算过了 不用算了 他是这样子 他Pattern就是这样子 当然在我们高级班 我们会一起去探讨 怎样赚更多 就是比这个还要多 就是我们又会用这支股票 买进买出买进买出 一年之内这样子来做 5% 5% 这个是在我们会一起探讨的东西的 每一次我都会讲 可是要看你们会回去做 你们会做的话 当然这一次够你们玩 真的够你们玩了 够你们玩了 够你们忙了 我给你一次的一个strategy 给你一个strategy 供你去忙了 OK 好 这是DAT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Casper Casper Casper股票我们来说 Casper股票在过年的时候 会不会高啊 高 为什么 太聪明了 你们都很聪明了 OK来看 因为大家都喝酒了 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 Casper基本上 他还有多少的return 69.35% 大家请麻烦 超级 然后ROE85.87% 非常高 P16.9 这个就请跟大家说一说 通常啊 这个所谓的Casper 在年尾 现在是1月 对不对 过年要高了 3月的报表出来 大家等着敲吧 等着敲 报表出来 如果是比较 Rashbit比较好一点 他大致上会账 我们的预测而已 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会涨多少 一点点一定会有的 几个percent 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来看 过年很多人喝酒 对不对 这样子他的Profit会涨 第二 大家都还记得刚才GST吗 我们看GST 我叫大家炒起来 Alcohol 跟Tobago 是比较便宜还是比较贵 比较便宜 有没有 可是你认为他会卖你便宜吗 他会降价吗 酒 肯定不会 他会卖Original price 这样子的话 Profit是不是更多 Ano 所以我expect 商业要报表出来 肯定会涨 大家注意了 这个报历税 他加一个报历税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OK Ruby DS1 基本上他跟所谓的DAT的状况是一样 因为做酒的一个所谓的厂子 不需要这么多 不需要这么多 一个就做得了 所以基本上他是 等官是一块半半半 第二呢 算出来是12块钱 现在多少 大家自己都想到他的价位 如果你在之前遇到我的话 我会叫你买9块钱的时候 因为那9块钱的时候 我算到的时候 market是12块 我拼命的叫人家去买 真的 那时候我拼命叫人家去买 我说快你去买Customer 快你去买Customer 为什么 因为9块 9块 9块跟12块耶 大概 大概30%左右耶 是不是啊 差不多 有得赚 现在你看账涨了多少 11块还是10块左右 差不多是那边 VPS上的3 1块7毛8 OK 价钱差不多11块多了 Dividend 5.2% 高不高 高 请问一下这个价值的 你这样子的% 你把钱换银行会不会拿到 最近有一个朋友来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讲 最近银行利息起了耶 我觉得 我把钱换银行 帮我一点 给赚到银行利息 我跟他讲 过后我就跟他闲聊啦 闲聊 十分钟罢了 结果他跟我讲 这一四人他就不要再把钱换银行 因为他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还有那个P&D了 算了 OK Total debt equity 基本上呢 这间公司它的欠债也不多 23%了 欠债 Total debt equity 通常我们在靠西方 我们都会分享 就是说 去看一下这个公司 Total debt equity 基本上会多少 通常我们要注意了 就是 revolable公司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定要去把它找出来 它是23.09 所以他欠的债负是很多 基本上还OK OK 所以 方案给了大家 接下来 所以重点也是这个 这个也很重要 刚才还记得讲 糖啊 糖没有小心力了 对不对 糖没有小心力 你还记得我们的东西 会胃啊 吃的东西有没有 有没有 这样子我想问大家 今天如果 有谁没有去过Starbuck 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 不要讲去过 没有去过 Starbuck 经过 经过 没有 走进去走进去 然后走进去 还不算啊 走进去有给钱 然后有买他一杯咖啡 坐下来 在那边喝一口 没有拿回去喝而已就算了 有没有 没有买过的 没有走进去 没有买过咖啡的 没有 基本上都有 像你讲Starbuck赚钱 Starbuck咖啡会不会贵啊 贵 贵 一般的啊 一般的啊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还要喝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 Lifestar Good No.1 还有什么 Glass Status 你买Starbuck咖啡 人家看着就喝Starbuck咖啡 喝Starbuck咖啡 喝阿博白鸡咖啡 哦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它有一些Status 为什么我们Branding Branding 那个品牌啊 看到Starbuck就好像我很 一样子 等下很多人也喜欢去Starbuck 那边用电脑啊 用他的Internet 免费了啊那边做的嘛 一杯咖啡十多块 现在那边做整天气死了他 有这样子的对不对 可是他也不会养你的 啊 这样子大家知道 Starbuck 其实在本家要付款里面 这个是他其中一个product 然后大家又懂不懂 从外国拿进来他是exclusiv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ok 如果你今天要开Starbuck 你要跟他哪里 跟他做focus 这样我问他做钱 一个罢了 我只是讲Starbuck的 接下来大家有吃过roaster chicken吗 有啦 应该蛮多人都吃过 有些人不喜欢啦 我们就讲majority都有吃过 是要吃啦 是要吃啦 ok 这个roaster chicken 我问你赚钱吗 还是会便宜吗 他的roaster chicken 误会哦 为什么还吃 因为好吃 特别 特别 好 接下来还有爸爸做 你没有去过Starbuck 你没有去过roaster 这样爸爸做你应该去过吧 也没有啊 ok 这样venties venties有吗 有吗 没有啊 没有的话 这个后面的我看你这个标志 你可能也没有看过 我不用讲啦 Jollibee有吗 没有 Jollibee有没有啊 哇 这样很伤心啊 这边有啊 这边有啊 哈哈 ok 没问题没问题 可是三个大多数都有去过啦 ok 基本上这些公司都是under他的项目 这个股价要恢复啊 所以接下来哦 他只要随随随便便起一个价啊 他的子公司啊 他随随便便起一个价啊 他的profit就起来了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注意这支股票的话 这支股票基本上都是算借债啊 不便宜也不贵 差不多 所以如果东西大家注意到要起价的时候 赶快去买这股票 就是他的所谓的 有听到啊 咖啡起价啊 听到 几根 就是几根鸡啊 起价啊 听到 豆奶啊 豆啊 豆类起价啊 快点去买他 可以吗 ok 好 来这里 它会欠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他有多店 他买了多店 64% 然后呢 ROE70.83% 超过10% P3就是不也便宜啊 我先跟大家讲 不也便宜 可是他是一直成长 如果你能够在便宜的时候 找到这只股票 哈 你就是多谢了 因为大家都懂 Starbuck 甜甜 很多人都很想喝 大家懂Loster 几个吃了 还要去吃 这样子 为什么你不会去选择买他的股票呢 对不对 我们去他那边吃 我们做他的股东啊 我们进去沙发 你这都要还钱了的吗 顺便赚回他一点钱啊 ok 来 你去喝的时候 食味通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今天给你10多块钱买一杯咖啡 我是有五分的 今天连我的DV都要拿了 这样子 So EPS 我们算出来 2014年是8块5毛8 基本上你给他一块 拿回8块5毛8 VPTS No.1 就是说他值1块2 No.2 Market 1块8 No.3 基本上是1块8分 这样子价钱多少呢 差不多是2块多到3块左右 差不多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样子你就会讲到这样子 这样子哦 他的这个所谓的价位哦 远远的超过他的所谓的 他卖的价格 这样子 这个股票可以投资吗 ok 来了 来了 重点在这里 因为他是一个food industry 我们今天吃的 我们会不会再去吃 会咯 我们买的衣服 我们多久要才买一次 给答案大家自己有了 大家有没有答案 然后第二点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格局 跟这样的情况在里面 今天如果他跌到这样的价位 举例 快8到快2 你会抢吗 抢 我给你讲 这样子的股票 嘿 对嘞 答案重要 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东西吃的越会越来越贵 哦 Dividend不多啦 你该是这样点太多 一点事业 所以去Starbucket咖啡的时候 给的钱 心里是会有一点痛 这是正常 因为还是管你一点事 Bucket咖啡 如果他低于快更快8% 进场 大家注意这些 写起来 把他黏在牛墙壁 每天等候 看一看 啊 看一看 啊 每个月看就看 看一看 可是你不要期望 他会这么快跌 我看到他现在一直在涨 没有什么跌 所以他跌 可能在现在 因为他现在是股价 我们知道现在 这个股市在哪一个阶段 现在股市 在Zone A 所以很多股票很便宜 所以现在哦 他对他而言啊 他还是算 在平均的那个status 当然如果以我们这种 比较尿的人啊 算出来这样的情况 我们希望他更平均 如果你买价 这样的时候 你赚一点就走 5% 5%到18%就走 然后再等 等他在 他在调整的时候 再进场 OK 怎么调整吧 我们 会 会有机会给你分析的 等有机会我们来分析啊 我们先走下去先啦 继续 Excode Residence 这个股市在哪里 谁有买的 请许书 我 变心 还是要讲 Excode Residence 基本上是一支 很好避险的一支股票 大家懂吗 避险啊 今天如果你看到哦 股市跌到那么惨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去买这支新加坡 Excode Residence 为什么 OK 基本上新加坡的股票啊 如果你要避险的话 我给你一个formular 我送你一个formular 大家记得这三结果是不是 OK 跟大家讲解一下 Suntag做什么设计 R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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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Ringe OK 这个它是做office Ringe office 就是租office给人家 Suntag Suntag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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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咧 它也是有beats 它的beats是什么 paragrandon clampy clampy ok 所以它基本上 这一支股票是commercial commercial叫什么 commercial有益 然后Zesco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那边 帮我讲一下 是什么啊 Residential 这样子我问你 你是不是有Ringeal Residential Occulation 有没有 这样你的风险就是分散的 所以哦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股票不是每一个它给的利息都是一样高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 OK 有些好像举例说 Suntag 那时候我叫大家买的是什么块 8000 现在给2块 OK 它的给的利息什么 5%到7%左右 有时候会4% reband还一点 然后也是分4% 每3% sq 等一下讲 sbh 好像5% 多少 2% 2% 好像是3% 这种东西 这个是中东西 那时候之前我有讲过了 不记得太多了 OK 我记得它给的利息肯定你这个底 肯定你这个底 这个我可以给你讲 我可以给你 OK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我会告诉他们 如果你要利息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一个是No.1 TOP1 第二个是这个 第三个是这个 当然如果你把你的钱分散三部分的话 更安全 OK吗 这叫必先锋 好 来到这里呢 EXCO RESIDENT 它是为什么能够投资呢 基本上是因为它拥有很多帮地产 它拥有很多的国家 然后是在哪里 我们来看 背景 United Kingdom French Spain Germany Singapore Indonesia Australia Wayna Philippine Japan China 还有一个 你这样看到 有换点 OK 好 来这里 这个大家如果买RIX的股票 我一直一再一再强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不是每一个国家的RIX都有这样的一个formule 有些没有 有些没有 大家就要注意 这样讲 如果这个EXCO RESIDENT 这个是它的公司 对不对 它一定要有一个我们叫做trustee的 一定要有一个trustee 然后它一定要有一个manager来hold 所以钱进来的时候呢 从trustee 过来给EXCO 过去给manager manager receive出去 这样子的forming是借款 可是如果钱进来全部来这边 然后他直接给你们 我告诉你 有一天啊 他把他的房地产局卖掉 你要的话 你就够死了 他跟你讲 我declare dividend 大家懂什么叫dividend 今天 发生过了 发生过了 我做过了 所以我刚才跟你分享 不要这样 不要做我做的东西 我把房地产局卖到完 把房地产局卖到完 卖我过后 我就把这个所谓的 卖回来的这个资产的钱 我把它算出来 变成是一个dividend 然后我还回给你 就说你之前可能你投资100钱 给你举例啊 100钱 然后100钱你投资金 是因为这个股价 所以我现在我把资产 全部卖到完了 没有了 空壳了 剩一个零字 所以这样子 里面的价钱 是不是会被调整 调整 会拉低到你勾力的 拉低到你勾力 这样你不是亏到完 没有没有 你不会亏到完 他会把他这个东西 变成是所谓的一个dividend 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distribution 他叫做 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变成是钱 开一张check game 通常这个check game 购买的时候都是少过你的给你投资金的钱 对 所以你要很快把你的股票快点卖掉 那个如果真的中的话 如果真的啦 如果真的中 才来跟我讲 把股票快点破手掉 先cash out你只有的那个 剩下你的那个share里面 有的share 换钱先 然后再看他给你的那个 所谓的distribution 加起来 可以不可以cover你的cost cover不到我边 真的可能 cover不到我没办法 所以因为都讲了嘛 这样子的你才好买 不是这样子的方 可以吧 大家就要注意这样子 我已经把新加坡的我看过了啦 大致上都ok了 因为他们regulation是很明格的 都是这样子 ok 大家注意一下 别的国家包括印尼啦 越南啦 越南啦 阿 加加达啦 如果你们去投资 注意一下 啊 注意啊 可以讲啦 ok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沈阳 他的房地产excode 在沈阳的房地产 第二 这是在哪里 新加坡的房地产国 很漂亮 还有这个是在哪里 Turve Australia 有趣的 所以去看看一下 蛮不错 还有哪里 这个去购买的 广州 看一下 几多间 7个 property 1259 他还有很多啦 我只是说你一些 有没有办法 17个 property 1670一间 在Paris 这个叫做浪漫之都 Paris ok 还有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Berlin Germany 三个 property 403之间 接下来 我们还有就是在 Jakarta 两个 property 401间 他还有很多很多 我只是说你一些 这个从他报表 你给他出来 我看你 可以一直出来 因为我知道你们应该是 每个人都买的 都没有什么时间 不报表 不紧不紧不紧 我帮你拿出来的 当然我也不要在这里 收你报表 我看你睡着 好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Total Debt Requestion 93% 欠很多 可是我告诉你 不要怕 因为他有很多房地产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欠很多 ok 好 再来 ROE多少 基本上他的ROE是13.9 你要讲他很好 没有 你要讲他很差也没有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最近我一介绍一推 我这样讲过来了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这支股票 我不是特地去推他的 我真的跟你讲 我不是特地的 是我冒冒然 在一天的时候 为了一个我的朋友 他跟我讲 他想要避险 因为他不想再投资了 他已经赚够了 他想赚够了 他想要退休了 然后想要有 consistent的这个dividend 他问我什么样的股票 能够比较安全 然后可以一直 有这样子的income进来的 然后我就去很努力的 去找股票给他 找这些react股票给他 然后结果找到这三 这两 suntbag我就知道了 很久了 SBH我也懂了 过后我找到这支 过后就form一个这样的方法给他 然后当然你在三几次的交流会的时候 有讲到 啊有讲到 我不懂那个video还有 我再有自己去看 在YouTube应该有 好 来到这里P10.2 啊什么 啊什么 新加坡的6.52 这里已经我看到了 啊算是了 没事做的看看 就是这样子 股票头就是看我们群劳不群劳 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只要群劳 就肯定有机会赚钱 当然一定要学正确的方案 大家要记得这一点 OK EPS1块钱 基本上可以赚12块 然后 VTS1 1块4毛半 2 market觉得他值1块3 3 net 他也是值1块4毛半 没有什么分别 然后来这里我们来看 1块1.265 不是上个礼拜现在已经快上了 没有错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快上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今天应该看到了 快上 experience experience 好 我先走下去先 Dividend 6.11% OK 6.11%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今天我会把这个6%除4次 OK 每三个月给你一次 差不多是这样 Race都是这样子 我不是讲每一个都是这样 我是讲一个general general 差不多是三个月给你一次 有些是六个月给一次 一年给两次 当然有一些是一年给一次的 把那个很少 那种事情的腰 如果有遇到别的国家 这样子很买贵 不要买 这样腰买来做什么 OK 它的Dividend 你是哪个Dividend 对 对 对 所以 我们是以它的20 这个20 20 14年的这个所谓的Dividend 来计算 对 对 好 在这里 对不起我讲错 experience Dividend 1.32 这是Lundberg 大家可以进去看 再最后一个 1.32 我讲的时候 1块 1.25 多 我忘记了 所以我一直讲 我叫你们买的 你们自己看就办 我是读步者分析 不可以 OK 是这样子 OK 当然 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一起 在这个高级环一起来 分析的一支股票 为什么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讲 如果这样子的格局发生 看到 全世界的钱不懂去哪里的话 这样子的情况股票会涨 对不对 如果股票涨的话 你要注意的 不是每个国家的股票会涨 举例 现在美国 美国的股票的PE高吗 高 你们自己看美国 PE都蛮高 偏高的 然后有一些国家 是比较OK的 包括好像台湾 包括好像中国 包括好像哪里 马来西亚有一点 新加坡也不多 OK 所以 如果有一些新加坡的投资者 就是在座的各位 如果想 因应 Beta 怎样子都很想要买新加坡 哪里都不想去的话 好 这样 我们来看这支股票 OK 这支股票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高铁要下来了 对不对 如果高铁下来的话 从马来西亚 接近新加坡 这支股票会不会影响 会吗 它是不是高铁啊 肯定是 这样它肯定会有金钱 这样子还有另外一波会来 OK 我们来看 我不会跟你解释 什么叫ASMRT 你不能都懂 我不要 不用讲了 SIROI 基本上可以赚5.2% 不多 不多 因为这支股票 基本上我们投资 就是投资 两个理由 第一 你不想亏掉你的钱 你想拿dividend而已 OK 这是第一 如果讲dividend的话 也不是很合理啦 因为dividend也不是很多 我们讲第二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所谓的趋势 趋势 趋势 它只要这个trend一来啊 碰 上去了 大家明白 有这样子的格局在里面 好 这样我们来看 ROI是36% 高不高 大家都懂了 这样我想请问大家 有谁有去过新加坡 然后或者有在新加坡做过 或者听过朋友讲MRT这样的东西 应该有了 全部都有 这样你们认为 在每一个新加坡 只要在新加坡 都应该会做过MRT 对不对 蛮依赖它 对不对 这样子你认为MRT赚钱 肯定啦 这个我根本不需要去跟你们 analyze 它的所谓的认定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所谓 Motor Polic 你们都学的嘛 你要不坐巴士 要不就坐这个所谓的摩车 蛤 H SLC 哈哈 这样不要你自己驾车啦 驾车是一款RBR OK PE 31.73 不会很便宜 我先讲这一点 然后最近大家去看一下 它的股价基本上有跌过一轮 有跌过一轮 为什么 也之前SMRT不是有出生 发生一些事情 对不对 然后不是有跌咯 很多人去扫 可以讲 很多人去扫 因为他们知道 它的基本上是还OK的 因为它是一个Monopoly的生意 你要怎么讲咯 都没得选了吗 我们现在这样咯 很多人都是做MD 一定要吗 因为MD太舒服了 又Aircon 又P&E 好 哪里都可以去 EPS 一块钱它关于四块一 比如EPS 第一 只四块七毛链 第二 市场认为它只四块七毛链 虽然它自己是只四块七毛链 可是市场的人认为它只 四块七毛链 为什么 因为很多市场人都不会 对不对 很多市场人都不会 我们是这样子讲 真的真的 因为如果真正去算的话 你看一下 它Net还有十四块一毛链 还有十四块一毛链 价钱多少钱 大家看一下 对 啊 OK 看着办啊 我已经把应该要做的功课 做给你们了 我知道你们很忙 每个人都要做工 每个人生意都比较忙 最近生意也比较好 要过一毛链 要过一毛链 快多钱 快多钱 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一块钱 一块钱 还掉五十八毛链 对 就是掉的蛮多的 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很 为什么会介绍大家 这一支鼓标 是因为之前有掉过 你们有注意到当时 之前我已经知道 这样其实 可是我都没跟大家提起过 这支鼓标 我们一定要fasure他已经回来了 才好讲 不然他还没回来 他这样这样这样 他降着一点 我跟你讲 那又细细降降降降 那不是怪死我 当然啦 不管我的事 我不责分析 不责做检订 OK 就是这样子 所以future track potential 大家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中国要进来的 如果我们进来的话 他还有机率 还有机会 然后大家都知道 乌人他现在又在建另外一个MRD 然后到处 很多地方 他都开始在建MRD 很多line都要出来了 所以这些line concept line 什么来出来 我们跟你讲 他撞的钱还会提升 OK 当然他也出了一点血啦 就是出血啦 出了很多钱 为什么因为借着这样的MRD 但没关系 他还会撞回来 tending 撞回来 这个敢给你当包 OK SIV已经撞出来了 好 来到这里 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去看他的所谓的这个tack 就是你 可以在新加坡的 不管你在keeping啊 什么tack 都可以 大家去看 他基本上 他掉的过去 他一直在走Range 看到吗 一直在Rang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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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已经把它过出两条线 这条线是在一块又毛半 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是他的support 这是他的resistance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 我这样看 我不要看他的里面是什么情况 我可以看得到的是 很多人都在不确定 因为我叫uncertainty 怎么讲 他认为会长 有一些认为会长 会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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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啊 会长没有卖药 会长吗 看到没有什么字吗 没有卖药啊 看到吗 因为有卖药 卖药 也是这样的合群在里面 然后最近 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啊 为什么介绍大家 不是乱来的 ok 然后如果把这个东西突破的话 当然有机会会上去的 所以这个 这个基本上 也会在高级班 跟大家一起来认详 如果有些需要 认识 动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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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了 看到吗 然后这条线 这条线 上去了 动到了 这个是假路 假路 Force Breakout 再来 等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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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个就是大家回去 慢慢来看一下 当然我会跟大家一起 比较较较的去 去 去较较的去研究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美国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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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介绍你泰国股票 如果要介绍你的话 实在是泰国 真的 泰国 然后呢 为什么不介绍泰国 因为我收到 啊 feedback 哎呀 美国股票也贵了咧 一只股票 几百块 美金咧 怎么买 买不下手咧 没办法 在这只好介绍请吃就好 好 大家拿回去参考 参考 当然贵有它的好处 它贵 可是它涨的不度高 肯定高 以前 UnaBuyCat20多块的时候 我还写在书里 证明给你看啊 不然你讲片 很可怜的 有一次讲东西咯 要proof的 新美草 等一下 VAC VAC 有在哪些 嗯 VAC 等一下 等一下再看 可以吗 私底下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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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边 我一边找的 等一下 OK 你们可以来看的 那时候 那时候我算出来 OK 这样 那时候我算出来 这样 诶 是二十多块钱 所以我跟大家讲 基本上这支股票 是指四十五块钱 然后我跟大家说 这支股票 基本上还有增长的空间 当然我也叫大家去 可以小小的投资这支股票 可是 不懂有没有人去买 可是我的朋友 有一些也有去买 等一下才找吧 对不起 真的找不到 那时候我有写 2012年的时候 我就洗了这个东西 然后2014年涨到十十块 它有二十多 我帮他就贴啦 那些人就讲 哇你后膽量敢敢行 如果怕人家有这样没有掌握 你这个假辣 我这样就怕了啦 一定会来的 因为他就值这个价位嘛 等完了嘛 时间的问题 大家有不好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power 我们能够算出 这个所谓他值的价位 然后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要你不急 你不急 你就是影响 你急 我没办法救你 你一定要做锥的 你不会做一个事 OK 好 介绍大家的第一支股票 大家看到这个帅哥吗 大家都认识他 我也不需要太多说 比如说阿里巴巴 哈哈哈 他是一个第三方平台 他是做平台来赚钱的 阿里巴巴巴基本上 他的所谓的欠的 这个Total Debt 运规计是1.5% 然后他还可以增长的情况呢 我们用这个ROI SRIROI2 这就是我们里面 在高情况我们算出来的时候 是24.16% 然后他还有这个所谓的 增长空间的钱 为什么 等一下会证明给大家看一下 再看 ROI16.98% 基本上要讲低不低 要讲高不高 是算OK 在美国的股市 是算是很好的 Forecast 因为为什么 他是一支IPO的投资弹 刚刚推出 刚刚推出的话 他有没有报表 今年都没有报表 可是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用SRIROI2里面的PT Forecast 他是4.14块 你说便利吗 便利到货 不必要货 BTS1 16块2毛8 人家认为他是美金 那么度 94块3 然后BTS我们注意 10块14分 所以你有注意到 当他跌到90多块的时候 马上反弹为100块 有没有 大家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吗 他有涨到百八块 他一跌到90多块 马上又再反弹 因为他真正支持90多块 美国的所谓的基金经理 很多都不懂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长期投资的话 我很容易你可以少许买一点点SRIROI 因为他后来的前景实在是太远了 太远了 可以找到 我自己看 我个人的看法 个人的看法 也不一定是对的吧 我认为是有这样的合级在里面 为什么 等一下会证明 大家看看一下 价钱差不多100块左右 然后美金 我还讲 哇 可以讲 还有更多 等一下我说你 因为美金100块 就等于是乘一个3.8左右 所以就差不多是300多块 你可以买一share 不一定要买一个lot 他跟我们马来西亚不一样 马来西亚是可以买最少100share 不可以买一share的 新加坡现在换了100share也可以买 美国一share 一share 380块就可以买了 所以讲不可以投资的 叫他来找75 他说国家不可以投资 他讲你懂不懂美国怎么买 一share可以买的 可以讲一share的 这些问题有更多 不要整天看到美国 这样什么 这样会又 屑到就跑掉了 不要怕啊 哎哟 我们可以的 不要怕啊 国人也是可以的 我们红色穿人 不要怕美国人 对啊 OK SRE OK 好来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样 DOTCOM 我们看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IPO的公司 我没办法看他的报表 所以我都是很多 是用FORCAS的方法来算出来 就是SRI I2 TREAT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他的IPO 从2012年开始的时候 是第二张 不用一几 然后呢 2013年的时候 是172 涨了差不多整个 40千 40个million sorry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 从172 马上跳一倍 20 这个是2014年 然后 DOTAL GMB 都一直涨 这个不用看GNB多少 对不起 只要看他的chart DOTAL NUMB 是他赚的钱 对吗 大家多多 20 34.5 52.5 这个是人民币 这是1 BN OK 这也是涨 重点不在这里 在这里 嗯 这里 大家看一下 马云讲过 他想要把他的公司 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他真的做到 看一下 2012年 6.5个billet 2013年 1倍 100% 13.9个 billet 2014年 就是刚刚过了一点 多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27.6 多少%啊 100% 如果他在100% 2015的话 自己看这关他的 所谓的价格很巧 OK 这边大家自己看得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去转他这个公司 淘宝 还有这个所谓的 他的e-commerce的这个生意 因为他不像我们做生意需要 哇 租一间很大间的店 然后进货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他只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地方能够store他的东西 然后可以送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他通常都是用online这个东西 online internet 一个网站才多钱 对不对 如果你找一个人bendain的话 也就那一点钱 他赚的是上亿了 所以他的nate income其实是很多 这是nate income 大家在这一看 nate nate income 好 接下来这一支是大家都从来没看过的股票 基本上对不起啊 再还没跟你讲说 前一个礼拜我就一直在讲 所以可能你现在听到的时候 我已经吃一点点饭 究竟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啊 还有涨的空间 但是讲的时候 我去跟人家介绍的时候 是400块 这支股票400块 叫Netflix Netflix Netflix 有看过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认识到Couch 啊 ok 这里有 有search过这个公司吗 有 了解一点点 听到他的情况了 所以你有看到了 不要再涨 ok ok 很好 好 有研究 继续努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Netflix为什么可以投资 想问大家 大家看到这个所谓新加坡台吗 第五波道 第八波道 有没有 然后有没有看到他的所谓的电视的节目啊 最近现在他有一个叫做Togger的website 他就讲什么 不要紧 你做工错过了 没关系 你只要回家弄一Togger 什么什么 ok comment 就可以进去里面 就可以看当时的所谓的那套戏 有没有 当然啦 他也不是每一套戏都是免费的啦 有一些是要付费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免费的 当然Netflix就不一样 Netflix是要付费的 可是Netflix的好处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都很忙的 都是工作蛮忙的 然后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时间啊 就是去追他的那个所谓的C 这个电视节目 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所谓的Netflix 就好像Astro这样子 他把他的戏曲录起来 然后呢 他能够在一个时候呢 你只要subscribe他这个所谓的channel 你可以进去看他的戏 这样多 你错过的节目 全部可以在里面看 所以他的顾客呢 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超越48 48个million 在40个国家 啊 这边还没来 快了快 不懂他几次未来 Netflix 当然他也是有dbd 他也是有dbd 他有mobile devices 就是电话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channel Netflix的股票呢 在所谓2007年的时候我就不谈了 这边的时候实在是太低了 太低了 我们就在这边讲了 这边是400块钱啊 差不多400多块啊 曾经何时从差不多50块 50块 上到280到290 OK the average 到差不多接近100块左右 OK 从50上到250 多少倍啊 50到100就100% 100% 200% 300% 差不多400个% 400个%了 过后大家都懂2011年 是什么事情 大家懂吗 2011年 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经济的 我们的经济不是这样stable啊 那时候 然后奥巴巴巴过后也是当然有 进来了 过后也是有 有帮助到他到时候 因为他帮助到 所以他会有涨回去 OK 我们来看一下 OK 到那个时候 经济问题出现 他掉 他掉多少 我们可以看从250块 掉到剩 我算他100块 多少% 50多个%啊 因为我们掉是算少 你从250 掉到差不多100块 你差不多是 又70个%啊 差不多 差不多是超过50个%啊 可是问题 他涨的幅度 大家可以看 他涨的幅度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 他在这边徘徊 他在这边徘徊 所以大家还记得说 刚才我看到的大趋势吗 大趋势 到时候如果美国升息 这些欧洲 这个欧洲 可以把欧洲邮轮的企业 全部跑进去美国的话 美国的高中 S&P500 还有NESSEC 都在飙涨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会涨 涨多少呢 这个 我们来看 现在 ok total gap to liquidity 欠在48.15% 没有欠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其实是 算是一个 online business 然后这个算是一些 technology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算是 technology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也知道 这个sector已经要来了 ok 当然再来RI1 就是我们算出来 大概有多少% 40%32% 还可以做 有这样的格局在意 当然 你玩这支股票 我要先给你一些警告 就是什么 你不可以拿你想要用到的钱去买 因为你要等 可以吗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要等 你要等 可是如果你能够等 他可以从50标到200 他可以从100标到400多 300多 你刚才自己看到了吗 从100标到多少 我们自己看 所以他来来去去 很大的波动 所以我 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想玩股票的话 基本上 你最好是拿你一些鞋的钱来玩 然后 希望他能够涨翻倍 然后这个翻倍的钱 你可以拿去买一些 你想买的东西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好 ROE16.7 超过15% 基本上是ok的 然后EPS是4块3 而且给他1块 他可以4块收到人 P101 1.26 不要期望他的PE会很低 美国的PE都很高 ok VTS1 值30块8毛半而已 ok VTS2 374块22分 Market认为它是这个交易 Price 430多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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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样子我想告诉你 这支股票 我把它highlight出来 我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大家刚才看到吗 这样子 看到这个东西 上去的波波掉下来 上去的波波 现在在等什么 啊 聪明啊 啊 你看到这样的 pattern 出来的时候 掉下来开始 又这样子的时候 掉下来 开始讲 差不多一半啊 一半啊 一半啊 technical analysis啊 你买 那个时候你买 那个时候你买 你没听错 你现在这支股票 等它跌 啊 这支股票 有些是可以买的 刚才我跟你们分析的 有些是可以直接买的嘛 对不对 有些是要等的嘛 啊 这一支是要等 啊 当然你等 你会有好处 ok 小黏在墙壁 等会看看一下 ok 好 这支股票讲完了 好讲到这里呢 跟大家讲一下 当然在一个 这个所谓的东西 分享的所谓的settle 每个趋势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每个股票 我们都要懂怎么算 包括第一 知道它的 所谓的这个公司 里面的背景是好不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要知道说 它有多少的钱呢 我们可以赚SRL 我跟大家讲到了 算出来 第三个东西 就是UTS 看值多少钱 对吧 这个所谓这个股票 所以第一个是趋势 第二个是股票 第三个是心理中心 什么意思 心理中心是这样 如果这个市场上 是真的是在大跌 可是有很多人 不会认为说它是跌的 很奇怪的 这是人性 人性是这样子的 当它涨的高 你们会觉得说 当你买进的股票的时候 开始跌 当你卖的股票的时候 开始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往往都是跟很多人走在一起 我们跟人家 一直跟你讲 我没有人找到哪里去讨训 所以就变成是 你会跟 我们会跟着他们一起 这样子走 所以这样的情况 如果要避免的话 有一个东西 我必须要学的 叫新宇宙希望 就是能够懂说 这个市场上的psychology 这样子来跑 ok 这个我会在高级观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东西 当然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所谓的股市 走到最高峰的时候 当这个股市最高峰的时候 你会听到很多人都跟你讲 他买车啦 买什么啦 赚很多钱啦 这样子的东西 有没有 这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 股债要买了 然后当如果你注意到 很多人跟你讲 现在伪散啦 很辛苦啦 我很唱啦 我现在亏你多钱啦 差不多了 机会啦 不要等啦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事实 当然我们也是有一套的方法 找出来的啦 这个会在高级观 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功课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接下来明天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高级观 是pactu 我们有pactu 是这样子的 然后基本上是 免费终身复食的 ok 可以来一次来两次 来两次来三次 来三次来三次 来到你说 当然呢 如果可以的话 让机会一新的做起来 旧人就坐后面啦 上过来 给他们一个机会 学习 来到这里呢 基本上是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懂得市场的变动 与如何从中 找到赚钱的机会 刚才大家看到 我们这样子看趋势的路 然后接下来图表的一步 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股市的走势 来看technical analysis 然后看chart 这样子的东西 经济基本面 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 他的这个负债 bond啊 dollar啊 这个所谓的股市啊 跟commodity啊 他这样子来影响 这个所谓的股票市场 都会跟大家说 然后我们来能够 estimate 什么什么是 有什么是 跟小市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 看到的周期 对不对 所谓的财经啊 现在fination跑最高 去哪里拿出资料呢 然后怎么看呢 啊 会怎么 然后接下来 你们在书本上读到 大家都去呢 什么Harris 哪里哪里 去上个会读到 那种我们叫做 以前的传统 传统的股票的投资方 当然有一个是你在外面 可能link 学不到的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我的专利 那个叫做 3MSP SRA SRY VDS 123 那个是新一代的 基本被投资方 这个我有copyright 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 图表技术的交易者 来教你怎么样 用图表来交易 还有指标形态 我们能够用indicator 来看 怎么样去进场 跟出场 这个很重要 我可以跟你们讲 所以 刚才我有讲到 BAT 对不对 BAT那只股票 基本上你来的时候 我会教你一招 就是用BAT来看 我看你那只股票够你忙 够你去玩那里忙 只是一直就够你忙 当然那有很多 可以拿去玩 如果完全不懂 怎么投资的人 啊 学那时间 先从那边赚 5% 10% 5% 10% 先 不要这样挤啊 不要 回来我要赚 30% 然后我去找那种 过高风险 不要不要 先学怎样走路 才学怎么飞 可以吗 啊 ok 来的过后 我们来讲 SRA 和BBTS 会交给你 还有就是从每个市场的趋势来赚钱 股票投资 双银法上下都可以赚钱 然后股票来评估中期感 我们看到了 还有BBTS 跟SRA 靠爱 1 2 还有3 就是1分钟你没听错 直接可以评估 这只股票可以投资还是不可以投资 完全不需要看公司费钱 先看 看到可以投资才来算 不是先算或才来看 这样子你会的 没钱 因为算算算到最后不可以投资 好 在这里我只是问了一样 我只是问了一样 所有想要学的 想完了啊 想要学 因为明天我们有class 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人数 因为我不能够拿太多人 我先跟你们讲 人数有限 想要的 想要的 等下 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到 后面有穿黑色的衣服 你们去找他 黑色的衣服 然后有个logo在里面 去找他就对 OK 好 当然就像我们这样子 投资方程式的时候呢 在这个所谓的课程 你们可以分析一些股票 一起来分析 然后 如果 如果啊 你有股票 你要拿来分析 可以吗 可以带过来 但是我先讲啊 先看时间啊 时间有剩 我们一起来分析 时间没有 我们就等下时候 可是一定会有一个环节 让你们一起出来 分享这些股票 就在那个时候 我们来分析 OK 在那个时候来分析 这个是我一些 有乱过的一些课程 OK 乱过的啊 我在slide处 给你们去看 slide处的话 有些是在新加坡 有些是在外国 有些是在巴来西亚 这些有 一些有训练过的一些课程 OK 这个是在G&E的啦 OK 这个是在G&E的啦 这是在 这是在Harris 这个是Harris讲课的 这个在Harris 被邀请去讲的啦 那时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R&F 那边的啦 护理房地产 OK 好 这个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 这个Private的这个Face 大家有听说到 刚才我跟他们那一边讲 为什么 他是我们的学生 我带出去的 这是我们的学生来的 OK 他已经上了 所以他会了 OK 当然我也在里面的时候 有时不小心啊 不小心啊 或者是小心啦 可能会或者忘记啦 会post一些keeps里面 包括最近有一个tips 大家先进去看一下 然后呢 这在里面你们继续买啦 像最近刚刚post的那个tips 他已经上了40% 你们自己问他 他会跟你讲 我现在我不要讲 你会有路啦 你们问他他可能会跟你讲 如果他认为说 他跟你感情很好的话 跟你讲啊 这个不会有办法 OK 在里面呢 基本上Facebook 这个只是给我们的学员 所以给我们的学员 然后我们会分析一些 所谓upcoming的一些trend 然后会跟你讲一些 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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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候会不小心 pop一出一次公票给你 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个所谓的什么 G&A box 然后我上个你们去问他 他们会跟你讲解释 好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一些 学生的一些testimony 两个礼拜里面啊 赚多少钱啊 ZeroFox啦 这样子的东西啊 看到吗 这个是他是用TMSP啦 TMSPJH里面他做了多少 一天之内做了4.5% 这个是EAA做了3.4% 这个就是他啦 给你看这样的脸哦 这个是我们的学员 Bash 1 以后就放你们啦 State 放你们的脸啦 OK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他所送给我的 总共加到来 差不多10% 他赚了 OK 然后当然MultiCode 他的winter差不多是10% 在technology team OK 当然他有很多很多 这MultiCode 10% 这是他的名字 这是他的股票 他赚的那个winter 然后这个是LV啦 这个也是我们G&A的学习 他也是讲他有赚的 我会给你讲他什么投资 赚多少 直接看 31% 差不多也不少 还OK啦 然后过我们来看一下EAA 在我们的Facebook里面 他所看到的一些银行 过后他自己去算 算了他已经少买了一点点 给我 赚了不小心赚了一点 22% 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report 还有多很多 大家要看我的report 等下你来这边我看一下 OK 因为 我可以 这个等下 可以关了 LV 等下你的memory不够 OK 所以学习如何有效的投资 以股市小投资大回报 OK 这个书你们要玩 得到 很重 没有 感谢观看